中国人是不重视历史的 因为我们很聪明 我都知道历史是人在那里改来改去 都是乱改的 历史很少是真实的 那你去相信他干嘛 你看最近都好了 日本也在改历史 美国也在改历史 德国也在改历史 哪个民族都在改历史 因为只要对执政者有利 他就开始改了 你不能怪他 中国人重视的是历史背后的道理 叫做历史意识 这个才重要 历史它是团团转团转不对 周而复始 但是永远不一样 每次都不相同 可是他背后那个运转的道理 是不会变的 所以你说他是道观多少年 毫无意义 你说当年是什么地理 现在都变了 只有背后那个意识是不会变的 这中国很聪明的地方 其他人都没有做过 那么多地理由 那么多地理由 都没有做过 那么多地理由